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包括運動員都是 我們不只是看著中國香港人 我們應該看外籍的 而是外國有根 而是香港長大 或者在香港玩體育的人 我們一樣照顧他們 我們完全是無分彼此的 其實香港權益 還會多年來在推廣和發展香港的拳擊運動方面 真是不為餘力 而在較早前舉行的第53屆體育節 拳擊邀請拳賽中 正正體驗了徐家傑先生所講拳擊運動的多元化性 當中包括來自香港代表DEF的曹昇宇 兩屆香港冠軍黃偉銘 以及由空手道轉離泰拳 昆青的樂士 高手雲集 合演九場精彩刺激的賽事 同時吸引到一班觀眾以後武術界的知名人士 到場觀賞 而徐家傑先生也再次講到 權種未來的發展和方向將會是怎樣 很簡單 我們要與時並進 希望將體育多些娛樂化、商業化 令到那些熟會可以在商業中有些收益 我們要多元化去推動體育 亦是觀賞性要加強 運動員提高水準 令它可以刺激到整體的方向 首先和大家看一場 男之91公斤級的泰拳比賽 由紅角博藝中心的張惠明 對著藍角昆青的樂士 编曲 整個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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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